无我的智慧 从多体上已经就可以升级定解了 然后从这个无常性 对这个无我呢 也会强化 然后呢 再进一步能认识到这个辛苦呢 那么对无我呢 有些是更加清晰的 透彻的认识 那么三界呢 就是只有这些无取运 在所谓的货业 踏之在转 那么没有别的东西 那个时候你的心呢 因为无我呢 在无我的状态下观察这个无取运 观察内无取运和外无取运 那内无取运就是 自身的这个无取运 观察一切无取运 那个时候你的这个观察的心呢 你不带着我之 那么呢就是很客观 就是好像是别人在观察自己的这个无取运 这叫客观 这叫客观 代表我们观察这个动物世界 那你观察其他的无取运 在运转 那你观察的还是一种表象 那么我们的去除我之以后 你再来观察这个无取运的这个运转 他的苦性 苦苦 坏苦 还有辛苦 观察他的无偿性 观察他这种皆生相续 这样观察很快就能够超越轮回了 这个观照力要去培养 打坐就是培养这种观照力 这种观照力呢就是客观的观照 但是无我的观照力 不是走观的 走观的就是自作有我 不自作有我的这种观照力 观察这个辛苦 体验这个辛苦 你要观察 就是寻思的意思 寻就是 在心里面去找到这个苦 什么是寻苦呢 我们要去找到 思呢就是体验这个辛苦 坏苦也是这样 坏苦升起的时候 什么是坏苦 要认定他 然后呢体验他 这就是观察 观然后查 观就是先看 先找到他 查就是体验 体查他 观察这个坏苦 要经验到了才能观察到 也就是直接体验的意思 直接体验到 这个伤苦 特别是这个辛苦 当你真正体验到 辛苦的时候呢 在安住在这种观察中 就不断地观察 不断地观察 慢慢的就能证过了 很快的 佛陀说七天 就可以证过了 你用这个方法 保证你七天就证过了 你要方法正确 从这个无奇运的多体观 先认识到无我 去我见运 这个运呢 是多体的 比较粗大的 观察到这个运呢 那就是 无我的 然后在无常观 所以这个常性见无常 就是见这个运呢 刹那刹那身边 我们原来是说 它运是长成的 那么现在见到这个无常性 对无我呢 就有更深的体会了 更深一层地体验到 无我性 然后呢 再去无因 见到这个无奇运呢 是缘起的 不自身不他身嘛 那就是原生 原生呢 就是这个原本身 就是自信空的意思 就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 才能认识到原生 显现是空无自信的 这样呢 才能够 很快就体验到无我了 去因 认识到这个万法的缘起性 那就更能够认识到 无我的道理了 对这个 我认识我呢 有个彻底的认识 在这个基础上 认识辛苦 那就体验辛苦 我们打桌的时候 要体验辛苦 体验就是要先观察 先认识到 什么是辛苦 然后找到辛苦 是什么感觉 寻思到辛苦 然后再体验它 体验它 就会发现 哦 原来三界的 一切游漏的这个众生 都是在这个山苦当中 以前呢 我们也经常讲山苦 我也怕你们理解不透 就是这次呢 我们再讲的更深透一点 让大家的辛苦呢 有一个 不光是认识 信息 而是要体验 要限量 这就不一样 如果你能限量 体验到 辛苦 坏苦 那这个 出力心和大悲心 是非常容易生起来的 这是非常重要 对辛苦 没有真正的认识的人 所谓的平等大悲心 是不可能生起来的 菩提心也是生不起来的 所以这个基础太重要了 就像我们说爬楼梯一样 这第一步太重要了 没这第一步 后面每一步 不可能生起来 绝对不可能 你后面所谓的 修法前世概念 你没有基础啊 你没有这个真实的体验 真实的 这个限量的正道啊 要限量正道 这个坏苦和辛苦 你才真正的踏上这个台阶了 等于是走过这个台阶了 才能迈向第二个台阶 你只是在认识上 你还是没有真正上去的 你还是在下面 只是一个理解 你没有体验 没有限制 这个都不算 没有限制三苦啊 都不算上了第一个台阶 所以说这个出力性 也不容易生起来 那所以说我们还是要 听法 听完法要打坐 为什么禅定很重要 你看佛陀出师的时候 先修四禅八顶 对吧 有了定力的基础 再来听这些智慧的 这些东西啊 就是一听就明白 一听就正果 太快了 因为他马上就体验到了 佛陀一讲 他就知道 哦 这坏苦 这一讲 辛苦 马上就体验到了 因为他有定力啊 他深入禅定 他当然一下就体验到 什么叫坏苦和辛苦 那么呢 他正到这个出国的话 那太容易了 正出国 对他来说呢 轻而易举的事 就像迈上一个台阶一样 那么简单 因为到了正果的时候 圣其自然就正过了 所以说我一直强调 你们要正到出国 一定要对坏苦 特别是辛苦 还对这个刹那无常 刹那生命 要有真实的体验 你还是要打坐呀 深入禅定 你不深入禅定 你怎么体验到 这个辛苦和无常呢 和这个刹那性呢 所以说要体验 你看我们打坐观呼吸 这就是在体验坏苦 体验这个刹那性 也是体验辛苦 因为打坐的时候 你关呼吸的时候 你身不由己 这些杂念 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 这是不是辛苦 你坐着坐着 你正在关呼吸的时候 突然就冒起一个年 像冒泡一样 冒了一个又冒了一个 控制不住 一觉察 你回到呼吸上来 又冒出一个 过一会又冒出来了 甚至你不觉察的话 会想很久 越想越严重 有些人想了想了 甚至就烦恼来了 刚刚起念的时候 还是一些闪心杂念 再想 想久了 就会生烦恼了 就生气了 就开始 打坐的时候 坐着坐着就变成造业了 打坐造业 不是打坐修法 打坐造业的人 你就不能打坐了 你就去听法 多听 听这个课 直到你真正地听懂了以后 再去体验 我们每个人 你只要静下心来体验 多体验得到 虽然体验的时间短一点 但是还是体验到了 只要体验到了 你不断地体验 穿起这个 刹那性 辛苦性 这个辛苦性 就是我们这个 火焰 踏志在转 我们体验这个 踏志在转 是很容易体验到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 妄念 不由自主 身体的各种绝受 受孕也是不由自主 身体的这个 生老病死 更是不由自主 身体的变化 我们一天天老去 身体一会儿又生病了 一会儿又这样 反正身体 每一刹那都在变 你就体验这个差大性 体验摄孕的差大性 受孕的差大性 还有这个向运 行运的差大性 这样一个一个去体验 行运呢 也是踏志在转的 行运里面都是动词 都是造作的意思 这个造作呢 是我在造作吗 你去体验 发现不是我在造作 身不由己 不是有个我在主宰这个行运 每个行运都有它 对应的业细种子 对应的这个新锁 因为对应的每个性质不一样 就把它分类 就是51种新锁 去掉两种 49种新锁 都有对应的作用 造作 那这个造作呢 都是货业 它只在转 货业就是业力 最后就是 见到这个货业力 见到这个缘起 唯一是因为货业力造成的 师父经常讲的 一切都是业力 我们修行就是 消除这个业力 忏悔 要先去烦恼 再去业力 修行就是对质烦恼 然后对质业力 业力比较难对质 因为它潜藏着的 感谢观看